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河南烟花还没熄灭 重庆药厂又起风云 年根尽了家家户户都等钱花 而重庆大多口药厂 不仅拖欠公司 还突然裁员一万人 这让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嘛 于是两万人的讨薪大队走上街头 开始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咱们重庆工人有力量啊 打的警察是抱头鼠窜 节节败退 最近这网上裁员将近比比皆是 而且不乏高科技金融互联网 这类高大上的国企央企 本来就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韭菜 不知道多少家庭会面临断供断粮 当中共把粮民逼成无业游民积民 咱们无路可走 就只能选择做暴民 网船装驾车已经开进重庆 事态的发展是升级还是和解 我们会持续关注